喂 太好了 好 新郎已经到了 十二点之前必须开始 还有五分钟十二点 那就三分钟以后开始 安娜 三分钟以后开始 好 我告诉他们 各位来宾 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到新郎林志军先生 新娘陆安娜小姐的 结婚典礼现场 我是今天的婚礼主持人 今天我非常非常地开心 非常地兴奋 因为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一对有爱的年轻人 即将在来宾的见证中 完成华丽转身 变成相伴一生的恩爱夫妻 现在 及时已至 让我们有请新郎 不一样的内容 各位亲人 朋友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和林志军的婚礼 志军由于有点事 不能来到婚礼现场 他以照片的形式 算是参加了这场婚礼 请大家不要见怪 祝福我们吧 别动 你还有脸来 你看你干的好事 你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后悔去吧你 这大伙是来参加你的婚礼的 不是来参加追悼会的 你也别太担心了 大夫说了 陆老师不会有事的 您志军到底怎么回事 您志军到底怎么回事 婚礼上你报纸个照片出来 到底是要吓谁啊 志军他不会有事的 他不会有事 那你现在到底联系上他没有 他不会有事的 安娜 我跟你是最好的朋友 我觉得你应该告诉我真相啊 他不会有事的 对不起 爸 安娜 我煮了点放碗面 过来吃吧 他不会有事的 对啊 赵大厨亲自下厨呢 可好吃了 你在画什么呢 林志军吗 林志军吗 哥呀 你还记不记得 你第一次看见林志军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子的 估计的 他们已经跟你说测试了 就在这家里 都在那家里 我们去看起来 我们去看起来 我去看什么 我们去看起来 我们去看起来 那怎么办 真要等一个礼拜啊 余总 赵平凡来了 好 平凡 余总 您找我有事 平凡 这几天出了这么多事 我想你还是多陪陪安娜吧 这孩子从小就倔 我跟他爸拿他也没办法 你多劝劝他 好 嗯 怎么了 可我只是 我从来没把你当员工 平凡 其实原来我是看好你的 不是林志军 好 进来吧 这就是她的办公桌 小林桌上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动过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到中国来从事一些稀有血液的研究 也确实是难能可贵啊 马来方面还没有确定是死死是活 只是说失联了 前段时间他情绪很不好 据同事们说 她的脾气变得很暴躁 还和那个对面的小吃摊上打起来了 他还和别人打架 对啊 同事们都说 林志军平时的脾气很温和的 同事们当时都不敢相信啊 据说他还挂采了 他还要挂采了 志军 安娜 你这脸怎么了 没事 昨天不小心 被舒适挂了一下 谢谢你 王主任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可以吗 好吧 有事你叫我 那我先走了 谢谢 别动 别动 眼睛睁散一点 微笑一下 好好好 头饰 她头饰呢 在这儿 快点 好 那我们试用一下 稍微测一下 嗯 这边测一下 嗯 好漂亮 好美啊 我看看 特别特别适合你 平凡呢 平凡 平凡去接林志军了呀 喂 安娜 我刚到机场 我查过了 还有半个小时就到 林志军你不用去接了 我让他自己打车来 现在到上部落去 什么 去上部落 去那儿干吗呀 林志军马上就到了 到上部落 是我妈让你去的 去接一个对我妈 特别好的人 叫安东叔 我已经把地图 给你发过去了 你导航吧 来得及吗 那地方可不近啊 那可是我妈让你去的 行 行 那我尽快吧 我尽快的 想这个 嗨 祝你来了 谢谢 谢谢 你是主持人吗 我是 你是 我是新任的代表 你好 你好 咱们来对对流程吧 好的 安娜 你把安东叔的电话给我 安东叔他没有电话 你到了上部落 就去问那边的人 他们都认识 很好找的 地图都给你发过去了 真是太好了 可以啊 怎么就你一个人忙来忙去的 赵冰凡呢 赵冰凡去接新浪吧 新浪还没到 没到 我姐呢 喂 平凡 你跑哪儿去了 什么 谁让你去接的呀 走 妹妹妹 怎么了 这都快十二点了 婚礼什么时候开始啊 这怎么回事啊 这照片法 你说这都忙不过来 他现在跑去接安东叔去了 你还通知安东叔了 能通知他吗 他年纪那么大腿又不好 是啊 那让他去接的 新浪现在还没到呢 这都快十二点了 我下午两点还有个活呢 你先把这个活动弄好了再说好吗 不是 我这 等一下